新聞胖畫畫 好 宜芳這個是相隔多久的照片 那個是在沒多久之前 就變胖的時候 那之前那張 這是沒多久是不是 沒多久以前 那個胖的是沒多久 大概去年前年的時候 瘦的呢 瘦的那個大概那是康健時候拍的 對 那個大概有十幾年前 其實我是胖胖瘦瘦的 我永遠是這樣子 我每次去錄節目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感激自己是個公眾人物 因為每次錄節目的時候 都聽到攝影大哥跟我說 老師 你不能再吃囉 我已經幫你拉最長囉 那時候就壓力很大 幫你拉最長了 對 你就知道說 不可以吃了 不然我有時候想吃東西 攝影大哥就跟我說 老師 很難控制喔 你就知道說 對他那樣真的很難 因為他 他有一次要我去吃一個 吃一個日本料理 然後說這種店 這種在巷子裡面的這種 是一個老房子裡面的店 他都找得到 對啊 美食嘛 美食家 那像電視台 就是我們都供應便當 便當 在這邊的便當你們吃嗎 我不吃 我也不吃 你也不吃 你吃 為什麼不吃 因為我覺得便當 就會超過我的量 我覺得我吃了會浪費 那你吃少一點啊 對 可是我覺得我這樣 浪費糧食是不好的 那其實 因為我是超美食主義者 可是你看有些 可是你看我們攝影大哥都要吃耶 可是我跟你講有些 有些節目的便當真的很好吃 我就會把它課完 對 不好意思 下次準備好吃的便當我就會吃 你是因為它不好吃 不是因為它不健康 因為我是 不健康也有啦 不好吃也有 我們現在的年齡 每次一餐就少一餐 我們怎麼可以亂吃 真的嗎 真是減一餐 對 慎重 對啊 那棉花為什麼不吃 量太多了 真的 而且其實錄影前 我也不太習慣吃太飽 因為一錄就要錄一個小時 可能就坐在這裡 其實腸胃真的會不太舒服 對 那王萍你為什麼要吃 不吃等一下肚子餓怎麼錄影 可是對營養師來講 那個符合你們的健康的要求嗎 可以啊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吃的是烏龍麵 我今天選的是牛肉片 因為剛好我在MC來 我就會特別去選牛肉片不寫 然後再來那個裡頭 譬如說它有一點點的蔬菜 我一定會把它吃掉 那它有蛋我也吃掉 那但是它裡頭有三個 加工品 因為我已經忘記那三個是什麼 反正有些碗的麵 我看不出來是什麼 像那種我就不會吃 但是我會吃一些烏龍麵 因為其實我把那三個加工品吃完 等於我吃了一份半的烏龍麵 所以加工品我是不吃的 那湯我也不喝 因為基本上外面湯會太斜 對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它還是可以吃 否則要不然我們怎麼過生活 那我們現在去這個外面買東西 通常它就會標示卡路里對不對 對 要不要注意那個 我會鼓勵注意 尤其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一定要注意 那如果一般的人 其實如果你為了要減重 比如像便利商店 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用卡路里來看 但是也是啦 營養標示裡頭 其實有正負20%的誤差 那基本上我都會把它正20 把它加進去這樣子 以免你會誤以為自己吃很少 吃過多 對 那卡路里一方就不重視 我早期當營養師時候 都很精細幫大家算卡路里 後來發覺卡路里其實是個 不是個很粗 是個很粗的數字 所以我現在比較重要的觀念 就是這是老鳥的營養師啦 其實病人一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按照病人的性格去做分析 我覺得我昨天唸一個很有趣 就是十二星座減肥法 我就講起來給大家聽聽看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譬如牡羊座的話 暴衝的話 最好是用什麼 用吃肉減肥法 吃肉 有有有有 這邊有一個吃肉 就是不限制肉類攝取量 盡量少吃甚至不吃澱粉與糖類 糖類是什麼 也就是飯啊 對啊 都一樣嘛 甚至水果都是 就是多吃肉少吃飯 這是牡羊座很適合 對牡羊座 為什麼 因為它暴衝性格 跟牠的個性有關係 像金牛座是美食主義者 就不能吃甜食 那雙子座呢 就叫牠多秤體重 然後巨蟹座的話呢 就是自己座 告訴營養師會跟牠配合 就是你自己做菜自己吃 因為巨蟹座喜歡做媽媽 那獅子座的話 大概六天的減肥方式 那處女座的話 六天的減肥方式 因為 不要超過 對 牠沒有耐心 不要超過六天 對 處女座的話 就學法國女人 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 她就覺得滿足了 因為處女座反正是很龜毛的 那天蠍座的話呢 其實牠一個要平衡 所以牠大概是 碳水化物40% 蛋白是30 還有脂肪30 就要幫牠算得很精細 那天蠍座的話呢 很好玩 牠真的很喜歡吃代餐 給牠不同的粉放在那邊 牠就泡一泡之後 牠就很滿足了 我發覺我女兒都是這樣子 天蠍座真的是標準這樣子 然後再來射手座叫她運動 因為射手座 因為看得最遠的 浩高霧遠 就叫她運動 她覺得運動最好 天蠍座真的是這樣 我太太弄什麼東西給我吃 我就是吃 是 就是這樣 然後那摩羹座的話 就是葡萄柚 因為牠能夠吃最苦的東西 就假的整天吃葡萄柚 牠就做得到 方圍人上人 對 那水瓶座就是叫做 蔬菜減肥法 蔬菜湯 發覺我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吃蔬菜湯 因為我發覺我們是冬天生的 喜歡吃熱湯 就高麗菜湯減肥法 真的有效 那雙魚座就是按部就班 禮拜一 第一週吃什麼 第二週吃什麼 第三週什麼 第四週什麼 雙魚座是比較有點規矩的 就是按照那方式去做 然後雙魚座就做得好 其實不同星座 它其實減肥方式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病人看最後 我們會按照病人性格 病人的生活習慣 去讓他調整 因為這樣才能做得久 絕對不能是說 每一個都一樣 這是客製化才有效 那三天蘋果減肥法 這個是誰提供的 這適合獅子做 因為三天嘛 對 三天狼 他耐心只有三天 對 可是這 這只能很短 它有點危險 但是譬如說我們前天吃大餐 對不對 那你第二天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第二天就啃蘋果 是最好把前一天的熱量清掉 一天最好 可是其實這個有一點危險 就是尤其是那種 腸胃功能比較差 因為蘋果吃多了 它會刺激胃酸分泌 有些人曾經就這樣一個禮拜 都吃這種蘋果減肥法 結果到最後胃出問題 胃潰瘍 所以其實單一食物減肥法 我覺得可能 不贊成也不推薦 對 在使用上真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早上上班 就只吃一顆蘋果 他中餐晚餐只吃的 只早餐只吃一個蘋果 這OK嗎 這樣其實短時間來講 是沒有問題 對 像我以前有遇過一個民眾 他就是每天他都只喝一瓶的 巧克力牛奶 就是那種900cc的 就每天就喝這樣一瓶 因為他覺得說 他喜歡甜的 然後喝鮮奶又沒味道 所以他就選巧克力牛奶 結果他喝了大概兩個禮拜 他瘦了5公斤 好高興 結果後來第三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就開始出現 可能生理期該來了 不來了 然後皮膚開始變差了 然後重點是 體重就沒有再變過了 他沒有營養 對 所以我只要講的是 單一食物減肥法 不論你今天是吃蘋果 你是喝牛奶 或者是你吃其他東西 其實都不太簡單 因為他巧克力牛奶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是巧克力牛奶糖分太高 糖分太高 不見得能夠把你脂肪消耗掉 他是不是會怎麼樣 會反正脂肪的東西堆掉 其實含高糖的食物去減肥 並不是件好事情 像這種高糖的東西的話 你頂多只能半天一天 而不見得能夠減得到的東西堆 所以如果像 如果你是遇到像我這樣子 急性的一個壓力 這麼大的時候那種暴瘦的話 其實我還有一個沒有講就是 我媽媽那個時候 很擔心我會垮掉 所以呢他就 我就真的吃不下 我告訴你我通常那個 早上那個茶油拌麵線 我是一個人可以嗑掉一碗 我就是吃兩口 我就是真的吞不進去 OK 我媽媽就滴那個雞精 然後我那時候不是血紅素太低 不少莫名其妙的血紅素 就是整個太低 所以我就 大概連續三個禮拜吧 每天早上不是 就是自己滴的那個雞精 還有牛肉精 對 就是雞精牛肉精 雞精牛肉精 這樣子 所以那個還是要顧到 因為你真的不能吃的時候 那個瘦其實是 是會緊張的啦 我覺得還是 減肥還是要循序漸進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覺得晚餐少吃 很重要 很重要 那如果不來的話就是你一定 你晚餐有吃的話 你早餐不要吃 第二 因為你早餐只要吃 喝一點點 一點點牛奶或者是豆漿 白木耳 我覺得白木耳真的最棒 因為白木耳 你知道為什麼麻煩 雖然瘦 可是沒有那個 有錢就吃燕窩 沒錢就吃白木耳 吃新鮮的白木耳 好 我就是燉紅棗 對 然後冰糖 對 就每天早上一定吃一碗 其實他們家新鮮的話 你即使什麼都不加 但味道都比一般乾得好吃 好吃不得了 我去非洲也是看到80歲老太太 我問她說你皮膚怎麼那麼好 你吃什麼 她說黑木耳 為什麼 我講給雪裡告訴你好不好 黑木耳其實也可以 其實我也有做過黑木耳加一些配料 煮得更軟軟然後再打成雞 其實我們要 這個東西我們告訴大家是雪裡在哪裡 因為它裡面還有維生素D很多 維生素D能夠幫助鈣質吸收 他發覺鈣質吸收夠的話 事實上對體重控制是有幫助的 所以它的確是有雪裡的根據 所以我雖然瘦 可是你看我的 細瘦 對 那我還有吃 還有吃一個 餓膠 對 所以我雖然吃不下正餐 可是我這些東西都有在補 所以我雖然瘦 可是我沒有 麵黃雞瘦 對 沒有到麵黃雞瘦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有 其實吃這些東西也都會飽 對啊 但吃到燕窩吃飽有點噁心 太過分了 燕窩不能太多只能找到 因為我能夠吸收只有60公克而已 其實你講的那些膠質都多 其實都是膠質